阿彌陀佛 各位菩萨大家 阿彌陀佛 先翻開我們的課本 如果是喘藥的話是在 應該是在最後一個 如果是疏操的話 是在我們所謂的三昧芬 佛弦菩薩進入到 譬如摩納佛的一切 譬如摩納佛的 所謂的如來葬身 所以這個就是 入到這個定 因為這個定 實在 我們一直介紹它 因為名稱 就非常難以 體會到 所以 所以用這個文句來介紹 這個文句 就有這個所謂的十門 還有這個所謂的六對 有這個 最重要的是 就是因為這個 一切諸佛譬如摩納 這個 如來葬 這個如來葬身 三昧 這個 為了介紹 這個三昧 菩薩菩薩所錄的這個三昧 所以用這個誰的 所以用這個六對 所以用這個六對 還有這個 這個 十法門 十門 還有這個誰的 還有世界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鐵項佑 這個 這些項目來介紹 我們在這個誰的 這個在六對的部分來講 還有配合這個十門 我們已經 講到的 這個最後一 我們應該是講到了這個 那個 對不起 應該是講到 那個 那個靜置一對 應該是這個部分 應該是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第三 第四對 這個 按照這個 這個靜置一對這個部分來講 這個部分來講有兩句 那上一句就是所謂的 能成佛智門 下一句最主要的是 是視線 諸 諸禁門 好 這個 這兩 這兩門 所以叫做 按照我們比較 所以在我們的中文裡面 比較說的是 比較習慣說 靜置 很少說自禁 對 那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所謂的 靜置一對 那個 這個靜置的部分來講 這個 怎麼說為能成佛智門 因為這個 三世諸佛至光明海 皆從此生 這個此道理是什麼 按照這個此道 按照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講到此理 這個理是我們的真如佛性 如果你不體會這個 另外波子說 這邊所說的如來賬 如果你不體達 這個真如佛 我們這邊才講 還是講如來賬 因為沒辦法成就 這個所謂的佛智 那後句最主要的是 講這個 誰的話 十方誰有諸安利海 心能視線 因為所有的安利海 諸佛所施設的這些 按照所謂的三界 還有五韻 或是這個 因為就是講安利 最主要的是教法 我們這個安利 我們在前一堂課 最主要的是世界 就是我們所說的 我們要介紹眾生 為什麼一手果報 是這個 是這樣子 所以講世界 所以安利醫保 另外的這個安利 最主要的是聖教 另外是安利這個誰的 因為有聖教 我們要怎麼樣修學 所以叫觀智 我們的心要如何去修學 所以觀智 在觀智裡面 就是要配合我們所說的 聖意地理 這個接法接障顯示現前 這法接障就是 我們所說的這個 因為安利 最主要言以施設 佛所說的教法 佛所說的教法 都能夠讓你能感受到 什麼叫做這個誰的 那個世界 因為這個世界 是我們眾生的一手果報 那還有另外 就是佛所施設的 這些修學法門 比如說三十七菩提分法 還有這個誰的 我們佛所說的這些定學 還有這個六波羅蜜 另外還有這個 那第三個就是觀智 我們要用哪一些 這個波羅蜜 這個我們所說的這個波羅蜜 因為佛說 這個實相之方便之 這都可以慢慢的 這個佛所說的法 慢慢的顯現出來 所以這個法接障最早的是 就是這個佛心論裡面 所說的這個誰的 就是我們所說的 如來賬 它有五個名稱 如來賬本身是體 那法接障最早的是 所有的佛法的安利 全部都因為 戒是因的意思 所以全部都是從這個 如來賬 這個體而安利出來的 而施設 因為為了要震 我們的這個誰的如來賬 好那 好那 就講到誰的這個 這個 那個 它這邊 在這個 視線諸禁門裡面 就是釋經 十方所有諸安利 這個 悉能釋謝 那 上壽壽法界 就是我們 我們在這個 我們前面最早的是 是包那十方法界 這個法界最早的是 我們所說 出生一切諸三妹們 所以我們 這個受受法界們 中歸一體 這個體最早 法界的體性 最早的是講 這邊所說的如來賬 所以 都中歸到如來賬 能獻者 文與悅兒 在這個 是講 在這個部分 所以 我們 這個講到 能成佛制門 是體達 所以這個體達 能夠陣入這個如來賬聖 自信 這個能陣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我們所說的 要陣入來賬 因為它這個體 它是屬於體 所以你能夠能陣入 這個是只有佛制才能夠陣入 那我們 那後面它最早的是用這個 寫信論的部分來講 始絕同本絕 明就進絕 這個 就是我們在 寫信論的這個始絕 我曾經 最早的是思社 它的思社是從 這個本絕 因為我們眾生皆有佛性的 這是講到 我們要覺佛性 這個就是我們 要真正 真實的去 清正這個真如 體覺這個 這個佛性真 真如佛性 所以這個叫做 本絕 根本絕 如果你能夠 眾生因為不瞭解 我們皆有佛性 所以叫做 不絕 所以思社叫不絕 那因為不絕 才會 思社有 我們修學者 在修學佛法的過程裡面 就是 初次的體鎮 就是我們所說的 如果是菩薩 就是初定 如果是 我們還是講 菩薩聖好了 因為就是 覺真如佛性 這個叫做 思覺 就是從來 眾生從來沒有覺悟過 第一次 覺悟 所以叫思覺 所以只是 你當 你如果能夠 你如果能夠 在這個時候 初次見到真如佛性的當中 你能夠了解 眾生皆有佛性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在出地的時候 你就能夠 這樣子認同 這樣體悟 這個 就是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 講到誰 這個究竟覺 有些究竟覺 是講佛地 有些究竟覺 就是你在出地的時候 能夠這樣覺 覺眾生本有佛性 眾生的佛性 跟我現在所提出 初次的這個實覺 所提振的佛性 是一樣的話 這個就是真實的體悟道 所以我們這個究竟覺 有時候是在講佛 佛位 有時候是講出地的體悟 就是我們所說的佛眾生 同一真如的部分 這也是一種究竟覺 就是你真正的覺悟到 我們本身的 你體正的真如 跟眾生的無差無比 這樣子你 出地的菩薩才會 能夠有堅固性 一直到他自己 真的是可以成佛 堅固他能夠真正的成佛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話 出地認為 這個 因為這個講到出地的堅固性 如果你 第一次所覺悟的真如 那個 那個 不同意這個誰的 我們佛的這個誰的真如的話 我們佛的這個誰的真如的話 你 你還要 在 就我們所說的 有時候我們講到誰的 我們 我們 現在覺悟 就是我們所 你發覺 那個 這個 因為第一次如果覺悟到佛性真如 然後你發覺 這個 這種覺悟只是 對於出地 如果不是 跟佛相同的話 在這個覺悟上 就我們所說的還有 第二次的覺悟 那你就 那你就 沒有這個堅固性 因為你還有一個 東西 沒有去體會到 這個 神功的這部分來講是 那個足道身 力理成照 體理成照是講到我們的這個 這個 體理就是我們的這個 波瑞字 無露字 理的部分來講 是這個我們所說的 如來臟 所以這個 你能夠清正如來臟 因為體就是清正 體會 體悟 體達 就是你能夠喝到這個水 你就知道水是什麼 這個講到這個波瑞字在 體理的這個時候 清正到這個誰的 這個如來臟 這個就是會照 這個照是智的意思 異語言的部分來講 這個意思 是我們這個 陳觀法師的解釋 對這個 足道身講的這個 體理成照 所以你不帶照 而治療 你不帶照的部分來講 是真如佛 信他本身 他本身就是長照 對 他本身就是長 長住 長亮 長 我們所說的 他本身就是長 自性光 他不需要這個誰的 這個 這個 波瑞字去提 提 提振他材料 所以是講治療 他本身就是這種體性 那如果是治是波瑞字 那如果是治是波瑞字 必知理而成照 是波瑞字一定要知理的話 就是我們慢慢一定要靠著 這個 我們這個所謂 這個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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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性靈 慢慢的 才會有這個 製造 也這個講 造就是 我們所說的能夠 造見 能夠如實的知 是故知 理無廢心 所以這個理就是說 我們這個真如佛性 這個無威力 它本身 不需要說你 因為修學 而慢慢開發出來 或是我們所說的 我們眾生把這個真如佛性 遮藏掉了 讓它好像慢慢的甩尾 它不會這樣子 所以理無廢心 那 恒之由人 就是我們所說的 但 但我們這個無威力 一定要靠善知識來 來告訴我們 來弘揚 眾生才知道自己有佛性 之雖能用 之雖能用就是我們 這個般若智是我們修學者 如果你能夠正真的話 正真的話 你就慢慢可以 有它 可以去得這個妙用 不在人出的部分來講 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因為我們的智 因為我們的智 這邊一定要從後面來講 因為我們智 波瑞智一定要去我們去 修學者慢慢去開發 這個不在人出的部分來講 就是說 你一定要見你才能夠 這個波瑞智才能夠顯現 所以 這個人就是眾生 我們眾生一出到三界 就是因為不知這個誰的真辱佛性 所以 也不可能說我們眾生 一出生三界 馬上就有這個智 就是不在人出 所以能有造分 所以能有造分就是說 我們一般眾生 三界眾生 都有這個波瑞智 都有波瑞智是我們 因為我們所說的 為什麼有造分的造 因為有些造分是講 我們眾生的意識 因為最假的的是 有肉的 我們眾生修學 不是我們所說的絕 我們眾生的這個 見聞絕是的這個絕 所以也是造分 但是一個 眾生的這個造是 會生起妄想分別 公有理發就是說 我們這個波瑞智一定要 一定要靠見 因為體悟到這個所謂的真辱理 才能夠運作 顯發出來 施理則施造 施理就是你迷失了這個真辱佛性 絕對是沒辦法 這個波瑞智沒辦法開發出來 波瑞智沒辦法開發出來 他就沒有造 因為這波瑞是造劍 武運 皆是幻化的空 所以一定要見此禮才能夠撐否 所以這個禮是如來賬 因為非見到他不可 而且見到他之後 當下就是我們所說的 見到這個 他一定要見到 也感悟到這個眾生跟佛 平等同一真辱的部分 你才會知道眾生本可成佛 究竟成佛 所以他這個講出地就有堅固性 不然你這個堅固性怎麼來 因為我們比如說我們小學生 這個上小學 然後他知道小學怎麼樣 可是他不知道大學怎麼樣 所以還有一個盼望 這個就沒有堅固性 如果出地不曉得 他本身就是可以成佛的話 那他就這個堅固性就沒辦法出來 第二個是講 釋憲諸禁門 最早的我們有佛制之後 三世出佛制 慢慢的所有的安利 全部都開發出來 那我們剛才有介紹過 那為了要知道這個誰的佛制 因為為什麼要成佛制 所以固之萬物一堂一地而勝 是終歸一地 所以終歸一地就是終歸如來掌 我們是講的是如來掌 可是我們一般是講佛制 如果是 不是 一般是講法身 或是講清淨法身 或是眾生是講真如 那我們再 我們會講這個 這個四縣諸禁門 然後後面是還有 那個 第九 還有兩門 那我們 這個 那個 第九 一鎮寒龍門 一鎮寒龍門 最早的有三句 有兩句 就是 就是說兩句 那個 第一句是講那個 所謂的 內涵因果 智力 那如果是 下一句 那如果是 是講外 外令這個臣 龍法界 所以就是講到誰的這個 寒龍 那個一是講我們的這個 這個能力一切 國土微臣 普能龍受無邊法界 這個講一 正是我們 含長一切佛力解脫諸菩薩制 因為是講正報 一個是講一報 所以我們通常習慣是講一正 真正這邊是講正跟一 所以 對不起 這應該是兩句共成一門才對 不是像 前面的 一句就是一門 所以 這兩句共成一門 那一門 在這一門 就講一跟正 所以成為一對 那個 所以就是 內涵因果智力 這個 因為含長一切 佛力解脫諸菩薩制 就是講正報 報勝 因為我們正報最主要是講這個誰的 這個四字 這個四字最主要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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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解脫諸菩薩制 因為正報裡面 因為講四字 四字一定是從菩薩制過來的 所以為什麼講因果之力 這個 這個外的部分 因為講能力卻國土微塵 心能容壽 這個無邊法界 這個無邊法界 因為無邊法界就是我們氣勢界 這為什麼講五 一保 所以由塵 全依法界障現 全依法界障現 是我們這個成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所有的微塵 一切微塵 完全是依法界障現 完全是依法界障現 所以法界障現 所以法界障現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也是從講路來障 我們等一下再分別講這個陷境 因為我們在唯師佛學講這個 我們阿賴耶爾也會陷一切的境界像 所以即是事成遇陷萬境 同真性者也離法界 我們這邊最假的 這邊按照講這個 能力一切國土微塵 不能容壽無邊法界 最假的是如來賬所現 為什麼如來賬所現 因為如來賬如同虛空 因為它有寒龍 因為我們像看虛空 它可以獻出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萬事萬物 所以為什麼講事成遇陷萬劍 等一下我們再分別一下這個 就是跟這個阿賴耶爾的這個 顯現有什麼不同 因為兩個都可以顯現 那有什麼不同 所以為什麼如來賬很容易誤會成阿賴耶 因為在都可以顯現 都是賬 那我們這最後一門 講成就奢侈們 這個成就奢侈們最主要的是講這個 有三句講這個講一門 因為總共有十二句 所以有這個三句 總共有十一句 因為八句 因為有八句 因為有八句 大家前面有書 總共有 按照來講總共有十三句 因為八句 再加上這個所謂的 那個 兩句再加三句 所以總共有十三句 這個 最後一句是成就 先講成就們 這個成就是講這個 是我們所說的人跟法來的相對 因為這個講成就人 因為這個講成就人 受辭受辭法 所以成 成辭人 成辭是人法相 作為一對 那我們這個出句 因為他有三句 因為他有三句 那三句的 那個 三句就是分前兩句跟後一句 所以前兩句就講的是成就 這個成就 成就什麼 成就果 因為成就 因為這個果是 一切佛功德 就是我們要成就 我們未來修學一定用佛 成就佛的功德 還有成就佛的大願 所以講成就果 這個果是果人 就是我們所說的佛果人 因為這個佛果 按照佛果本身就是 以功德為代表 還有一大的大願 那後面最主要的 持法輪 那持法輪就是講到誰的 這個 一切諸佛所謂法輪 這個 流通覆持食物斷絕 又叫持法輪 那後面最主要的是講那個 這個由師旋理法 這個法遠全顧 什麼叫做由師旋理 這個旋理法遠全顧 這個旋理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旋理是講如來葬 也非常非常的深妙 如果你能夠了解這個如來葬身的話 我們慢慢的所有的 因為法遠是所有一切的佛所思舍的教法 世間的所有的境界全部都能知 這是講法遠 就是 長全無缺減 就是完全 法遠 如果你能夠提振到這個誰的這個如來葬 慢慢斷葬 斷二葬 所以這個時候慢慢的這個法遠會成就 所以完全沒有缺失 所以這個你要怎麼得法遠 因為這個真理湛藍 真理湛藍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如來葬 真如佛信全部把二葬全部 我們所說的弄掉 對支掉 清淨 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湛藍是非常非常乾淨 所以能夠由物故名代 來 就是我們所說的我們 般若無露智 再能夠清正這個真如 就是我們所說的清淨法界 佛的一切相智 一切知智 在清正這個誰的 清淨法界 這個時候是 佛的所有的法遠全部 寫出來 絕對不會那麼有趣 這個叫佛業的意思 但是因為這邊最重要的是 希望我們能夠 因為你能夠起正這個如來葬 因為你能夠起正這個如來葬 這個葬 因為身是講鐵 所以慢慢的 所有的我們 一切諸佛的所有法律 你慢慢就可以流通 慢慢給扶持 絕對不會讓它斷絕 因為這個跟法眼有關係 那我們這個 十文就介紹完了 那十文介紹完了 還有講這個 視覺 這個視覺就是從 從這個 大家請看一下我們這個 就是在我們的書抄的第九頁 明體相用 在第十九頁 因為也介紹有十三 句有十三 門有十 為什麼門有十 因為對應不起來 所以他才介紹 後二門收五句 射六對 因為後至二門各一對 另外有四節 所以這個講到誰的 那個 一切諸佛如來葬身 這個三昧 所以講得又可以分四段的意思 那四段又講這個 這個 普露一切諸佛 一切諸佛平等性 能以法界示眾於相 這個一切諸佛平等性 最主要是講體 所以我們這個講到那個 這個 按照來講 我們這個隨問別事的部分解釋了 然後再講解數稱讚 解數稱讚就是講到這一 就是我們要再介紹什麼叫視覺 因為視覺就是出四句 你無憂不入 出四句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我們用了十三句來解釋這個 這個三昧的面称 那這十三句怎麼樣子來分為四段落 因為視覺是四段 所以它是出四句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那個 第一個 這個 提用於對 這普露一切諸佛平等性是提 能以法界示眾於相是用 提用於對 然後廣大 無愛通於虛空 法界海懸 與不隨如 是講深廣 所以這個是 這四句 所以這個講無憂不入 對不起 那個無憂不入 這個是講到那個 它解釋這個 那個 譬如這那 的意思 所以講騙照 因為最假的的是 因為講提 是因為 這樣了解嗎 因為是 最假的是講這個 誰的話 出四句就講無憂不照 那它是講騙照的意思 怎麼會講到騙照 因為普露一切佛平等性 能以法界示眾於相 還有廣大無愛通於虛空 所以為什麼講無憂不入 在這邊來講 可以 可以感受 可以 從文句上可以 對應出 無憂不入 就是講廣大無愛通於虛空 無憂不入 無憂不入 所以 那另外是講到普露一切佛平等性 就是講到我們能夠正義如來賬 正這個體 所以契合佛性們 所以就講到這些的 這個 我們就講 都可以示眾於相門 所以為什麼講無憂不入 無憂不入 那無憂不入是講 按照的講這個智慧 所以他為什麼講這個 譬如遮那 意思就是譬如遮那 我們現在解釋什麼 就是我們有十三句 這十三句最主要是要解釋這個 一切就是我們所說這個 因為佛仙菩薩路這個定 這個定叫做一切諸佛 譬如遮那路來葬聖 所以為了要解釋這個 譬如遮那 一切諸佛譬如遮那 佛到底是這個 這幾個字到底是 跟這個十三句有什麼樣子的 連帶關係 所以就是講到 初四句最主要是解釋譬如遮那 那次四句是無德不勝 無德不勝就是講那個 一切諸佛 這四句就是我們在 這個出生一切諸三昧法 普能包納十方諸佛 還有三世諸佛至光明海 卻從此身 卻從此身 從此身 從此身 十方諸佛之安利海 昔能釋泄 這個四句 最主要的是講無德不勝 這無德不勝最主要是 解釋一切諸佛 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切諸佛譬如遮那 如來葬聖 去解釋這個一切諸佛 因為一切諸佛沒有 所有的佛功德都可以成就的一切諸佛 比如說他講出生一切諸三昧法 這個是我們佛制采 佛才有 不能包納十方法 解釋這也是佛 甚至諸佛至光明 十方所有諸安利海 私能釋泄 所以講無德不勝 那這個還有 還有後面的是這邊 就是講寒常 一切佛力解脫諸菩薩制 就講一正寒龍門 能力卻國土微臣 普能容受無邊法界 這個部分來講最小的 這邊所說的解釋葬的意思 如來葬 這叫常的意思 因為寒龍 寒龍最小的只是常的意思 那後山劇最小的 所謂的承德 持法 承德是承佛 持法 他就講那個 是傳法輪 所以講聖 這為什麼講聖 因為是講那個 我們 我們的這個聖 本身來講就是重視 按照這個 這個成果的話 人功得大願 就是我們佛 佛來這個 成就這個化身 才會有 這個所謂的持法輪 讓法輪不斷絕 所以他是講一個聖 因為聖才能夠 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成果人 還有這個才能夠真正的 就是講是他現身的遇事 那整個這個 整個這句 這個一切諸佛 譬如這那如來葬 最主要的 按照我來講這一句 最主要的也講到他的體相用 好 體的部分來講 是講那個 按照我來講 是講這個如來葬 所以講陸平等性的是講定體 他比較 這個一為三句是講這個十三句 離不開體相用 那個陸平等 廣性是講他的定體 廣大 廣大是講那個 這個廣大無礙 最主要是講定相 因為這 他比較處於這個 用這個大方廣的這個部分 廣大無礙 同於虛空 就講他的相 其他都是用 所以就講到這個 那個 菩賢菩薩所錄的這個三昧 在鐵相用都能夠圓滿 完全無礙 那我們這個 這完全就是講那個結束稱讚 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這個明定 明定體這個部分來講 就搞一個結束了 所以假的講這個視覺 還有 又那如導體相用來說 那我們再進入這個 因為我們 我們這一 這個 補弦三昧 補弦三昧品的這個 整個 整個品 分為 我們在前面有介紹過 整個 整個部分 第一個講三昧分 另外 另外是講到誰的這個 加持分 然後就 起定分 還有作證分 還有毛孔戰得分 還有這個誰的大眾濟情分 我們最主要的是 我們整品分六段 我們進入到下一段 就是加持分 那加持分的部分來講 這個 如此世界中普賢菩薩 一世尊全入此三昧 這個是 普賢菩薩 馬上入這個誰的 這個三昧定 按照這個三昧定 簡稱就是如來葬三昧 如來葬身三昧 那這個 對不起 應該還是在這個 三昧分那個部分 下面才會講到誰的這個 加持分 還是回到這個三昧分 因為三昧分有 兩個名詞皆入定 然後 這個 第二個是講到誰的 那個 類通十方即諸臣道 應該是這個 類通十方即諸臣道 所以講在於 就是 錄以此三昧是講到這個 這個先講這個 我們這個 這個 譬如這那佛的這個 華葬世界 那後面就講 這錄此 進階後面是講 其他的世界 那我們就講 譬如 普賢菩薩 入到這個三昧 有怎麼樣作用 有什麼樣子的 我們所殊勝的狀況 那 後面完全是形容 就是講這個 普賢三昧所錄的這個 定有什麼樣子的 微妙 不可思議境界 所以這個 他這個講這個三昧 能夠讓普賢菩薩 進入哪一種狀況 是講 敬法皆虛空見 然後十方三四圍成 無礙廣大光明 光明佛言所見 佛力能到 佛身所限一切 國土 這個最主要是講 第一個 平片就是 講我們 我們比較屬於這個 就是看 所謂的平片就是 我們看第一層的 我們所說的一個 法界 所以沒有這個 因為重疊的部分來講 是佛跟佛的那種重疊 無盡的那部分 先看我們這個 法障世界 是平片我們這個法障世界 就是講到只是一層 第一層 所謂平 那我們這個 出名平片法界 有分 在行文上有十一句 整個十一句 先講這個 第一個先講這個 如是禁法界 虛空 十方三是為成 先介紹這個 禁從法界 那後面 最主要是講這個 別指一章禁有 禁曲 一章禁曲的部分來講 最主要的是講那個 最主要是講那個佛 這個一切國土的部分 就是我們所說的 我們大家 就是我們開始算 我把什麼算十一句 就是如是禁法界 這個最主要是第一句 窮進法界 第一句 那後面有十句 虛空界一句 十方兩句 三世第三句 四句是維系 無愛 廣大 光明 佛願所見 佛力能道 佛身所現 還有一切國土 這個叫十句 那後面最主要的是 後面重重 那個重點無盡 其實假如是講 即使國土所有微塵 一一層 所以講 我們 這個國土是 比如說那佛的法障世界海 它的所有的微塵 每一層 每一個微塵 所以為什麼講到 重點無盡 都有世界海 微塵樹 佛擦 所以 在這個 所以有世界微塵 所以這樣子來講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個普賢菩薩 都能夠 入到這個 一切諸佛 譬如這那 如來葬身三昧 陳光法師 把這個侍從的 把它 很簡單的 大約大概介紹 第一個是講 進法界層 進法界層 最主要是講 那個 這個 國土所有微塵 還有這個 所謂的 塵中多叉 塵中多叉是講 一一塵中有世界海 微塵樹佛擦 所以講塵中多叉 每一個塵都有 那麼多的 那麼多佛擦 那第三個是 一一塵中有世界海 微塵樹佛 所以每一個塵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 佛 第四個 一一塵中有世界海 微塵樹佛擦 然後這佛擦裡面 又現出 很多的 這個普賢菩薩 這一次講 沖中無盡 所以所有的 多叉的這個 普賢菩薩 全部都可以錄這個定 那我們這個 按照 按照這個成官法師 就是我們法障 法障世界海 就是我們普賢菩薩 在普賢菩薩 在 譬如真話佛前 那個是主定 後面全部都是講類 我們所說的這個 類通 一個是主定 一個是見屬定 那我們就不這樣 那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抄裡面是 就是滿多 大家去看好了 所以這個 最假的是講別 在這個書抄的第十九頁 難雲別名錄定 佛前唯一普賢 今此絕通 所以何以一一 佛前各有多 為什麼那麼多佛前裡面 有那麼多的普賢菩薩 所以他有這個正約主辦 所以我們所說的一個 在 譬如真話佛前 是所謂的主 主要的普賢菩薩 那後面 其他的是 我們所說的 半 就是我們所說的普賢菩薩 是 比較屬於半的部分 那我們就講這個誰的 那個 第二分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加持分 加分 進入第二個 那加持部分來講 有三種 第一個是 口加 第二個是欲加 然後再聖加 所以有這個善加 這個口加最主要的是 所有的這個普賢菩薩 因為他都陷在 十方諸佛之前 所以這個講到誰的 這些的如來 都同聲讚美他 非常非常的好的意思 善哉善哉 所以能夠錄這個 這個三昧定 所以 那佛子 此事十方 一切諸佛共加一路 以譜如真浪如來本願立故 一路修一切諸佛 諸佛行願立故 這個最主要是講那個 口加號 最主要的有四段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各位菩薩大家好 我們已經進入到這個 誰的加持 第二個加持分 這個加持有三分 三個加 就是講口語讚嘆的加持 還有這個誰的 這個意 這個意最早的佛 佛用這個意念去加持 還有另外是聖架 那我們這個口加的部分有四段 有四小段 第一個是 就是講這個 所有的菩薩菩薩都在十方諸佛前 諸佛獻前 第二個是諸佛來讚嘆 他能夠錄這個定 這個一切諸佛 這個毘盧哲娜 這個誰的 如來賬神三昧 讚嘆 第三個 最主要的是講這個佛誌 這部分來講是講到 第二個 讚嘆佛前 每一個佛前菩薩都可以錄這個三昧殿 那第三個是講 為什麼 我們毘盧哲娜 為什麼佛前菩薩可以錄這個 譬如如來賬神三昧 葬聖三昧 這兩個大家一定要記住 因為他得定這個理由 那我們第二個再講 這個吃果定 為什麼講到誰的 譬如這那如來賬神菩薩三昧 因為這個本來是佛果定 但是因為佛前菩薩錄 所以才稱為菩薩三昧 第三個是得定所有 為什麼可以錄 佛前菩薩為什麼可以錄這個 這個三昧定 這個大家一定要記住 第一個一定要講半佛 是佛力加持 如果沒有佛力加持的話 真的大家一定要記住 到十地都要非常非常感恩佛 佛力加持 半佛加持 第一個半佛加持是佛 十方諸佛一切都公佳也有半佛加 那後面是譬如這嘛 祖佛的本願 這個錄定 錄定是講那個 為什麼可以得這個定 這個祖佛 這個薩把去掉 祖佛本願立古 那辦 辨所 第四項 辨所加為 辨家所為 這個口將 這部分來講應該是三項 意思是講得定所有 講諸佛願立古 那後面 最主要的是講那個 那此二為圓 因為有陰跟月 因為整個 你要 譬如遭到佛賢菩薩要錄這個 如來葬身三昧一定要有陰跟月 柯和才能夠成就 所以這個講到半佛加持 還有祖佛本願加持 這是緣 那後面最主要的是講能轉 所以能轉一切佛法輪固 還有第一個 第二個是開顯 一切如來智慧海故 第三個是講這個普照 十方諸安立海 虛無一故 第四個 最主要的是講這個 立一切眾生靜置雜然得清淨故 第五個是普色一切諸大 大國土無所著故 還有這個 第六個是講深入一切諸佛 敬皆無障礙故 第七個是普入一切佛功德故 第八個是能入一切諸法實相真智慧故 第九個是觀察一切諸法門故 第十個是了知一切眾生根故 第十一個是能識一切諸如來教文海故 就是講到這個 變假所謂 那另外的 對不起喔應該要講到這個 一於魯修一切諸佛行願故 所以這講到誰的自修行願 是錄定音 按照講這個 這個十方諸佛 就是我伴佛 口聲加持 還有祖佛的 比如說那佛的行願本願 那後面是講普賢菩薩自己修行 所以自修行願是真正的他錄這個定的音 那這個口聲有四項 最後一項是變假所謂 因為這樣加持之後 就是由伴佛跟祖佛來 伴佛加持 祖佛的行願力加持 後面知己自修 所以這個時候 有這個誰的 這個加持之後 能夠承辦什麼 這叫變假所謂 你加持之後能夠承 所謂就是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變假所謂 就是有十一句 十一句的部分來講 分為 第一個是講這個 那個能轉一切佛法輪固 那個能轉一切佛法輪固 那後面的十句 這個 十一句最早的是出總 就是分為第一句跟後十句 第一句之腳兒子 本身就是能夠轉一切佛法輪 那這個 這個 顯上行願之相 這個顯上行願之相 這個顯上行願之相 那後面就是講那個 他就是講那個 他就是講那個能轉一切佛法輪 他就是講那個能轉一切佛法輪 整個就是 第一句為總 第一句為總 那後面全面是講余別 余別最曉得講 因為我們譬如真罵佛的這個行願 最曉得的是 就是 讓我們修學者 能夠成就這次所有的這些 你講行願 這個成就什麼 這個 按照我們成文法師 這個出總這個部分來講 是講到誰的這個 這個所謂能轉一切佛法輪固 這個部分 他認為是 這個總句 這個總句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 十字 這個十字又關於 這個我們這個十海 又關於這個十海 這個十海 因為他這邊最主要的是 那個 他沒有像我們這個 那個 蘆賴現象頻那個十海 它是 翅體不同 先後不同 這個 我沒有把它錄出來 因为它是蛮多的 意思就是说转转世 最早都是讲 因为它能转一切佛法轮 最早的我们佛能够成就一切智 才能够转法轮 所以它后面最早的讲 比如说那佛的行愿 因为不能遭到佛的行愿 就是让我们菩萨修学者 能够成就所有佛的功德 成就佛的功德 你一定要知这个 我们如来现象品的十海 那我们就讲到谁的 在钞里面讲的话 一切菩萨皆修行愿 为什么不只加普贤菩萨 不加谁的其他的菩萨 因为这个讲到谁的 为什么只对普贤菩萨做加持 其他的菩萨没有做加持 他是讲教相跟表说法 所以为什么讲到一切佛法轮 因为它本身就是 我们普贤菩萨本身就是讲 因为普贤菩萨在这本经来讲 是一种两大菩萨 文书表制 我们普贤菩萨表行愿 这个行愿一定要说法 这是为什么它第一句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第一句是讲这个十字 有关于这个十海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这个最小的是 我们神光法师对这个十海的 这个列出来这个赤地 它都有在比较 其他品 到底这个十海 跟其他品的这个十海 到底列法有没有相同 所以他做了一个 就讲这个十海 他认为 那个十海的这个名称 两个地方全部都有列出来 哪两个地方 当然是如来线相品 因为就是我们问这个谁的 十海 那另外是讲那个世界成就品 里面也有标出十海 所以总共全部列出来 有这两个地方 那其他的部分来讲 有三个地方就是 就是我们这些 我们这边最主要是用一些文具来 这个影子 就是用影子来表示这个是哪一个海 你讲影带勾手 用这个影像 来推到底是讲哪一个海 因为勾手是牵连 所以我就不讲了这个十海 因为他的有些排列是不大一样 那有关于 那个这边所说的 另一切众生尽至 渣染得清净固 这个按照来讲 他讲 按照应该是跟业有关系 既然跟业有关系 他就把成观法师认为 这个就是众生海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主要是讲哪一种文具 推论到底是讲哪一个海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如来现象品 这个问的这些的事实具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是牵涉整个花园经 整个脉洞 那我们这个口家就结束了 那我们这个讲到 那个益家 所以耳时时放一切诸佛 去普贤菩萨摩萨 能录一切信力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那个义路 法界无边两制 第三个是 以成就一切佛进界 第四个是 这个义就给予的意思 知一切世界海 成坏制 所以这个义 知一切众生界广大制 第六个是 住诸佛圣生解脱无差别 诸三妹制 第七个是 以路一切菩萨诸根海制 第八个是 知一切众生预言海 转法轮 吃变制 第九个是 不入法界一切世界海 生制 第十个是 第十个是 得一切佛因生制 这个是讲那个御价 就是 所有的菩萨 这个御给御 所以直接用意念去加持 所以这个先加的部分来讲是 然后他分两个 一个是先加 后面是讲解释 这个先加 先标出 标出这个御价 到底是加持什么 御价到底加持了什么 他先介绍 这个舒服世界 这个法杖世界 那后面是讲类同 十方类同 那我们这个最早要讲十句 这个讲十句 那第一句是出走 那后面九句是别 这个别 大家请看一下我们这个 就是《还原书少》第十五卷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四卷 第一次讲最早要讲十字 这为什么讲出走 因为能录一切自信立志 一切自信最小的是国害 佛国 佛国害 因为自信能录的意思 能录所有的自 所以他这边最早要讲这个十字 所以他这边最早要讲这个十字 这个十字跟这个十海的对应 但是这个对应并没有说 跟这个十字跟这个十字跟这个十字一样 所以他后面最早的就告诉大家 那个他的这个十字对十海 什么样子的对我们所说的这个 比如说他这个讲到那个 第一个别说的部分 入法界无边量智 就是讲到这些法 按照我来讲 他解释是法界安利海志 按照我来讲 应该是别别解释 别别来对释 这我们按照这个 这个书里面 就是大家 这个完全是对他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十海 怎么对 其实我们这个书超里面都有解释 就是讲那个第二个 是讲对佛海 为什么是佛海 因为这个成就一切佛境界智 所以他认为是佛海 第三号就是第一 这个第一最主要的是 第一最主要的是 第一最主要的是讲佛地 原和四诸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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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去看一下好了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他要对应这个 那我们是第八个 那我们是第八个 第八是愿海 这个愿海是讲这个 那个广大志 所以这个要去对应 这个要去对应 第九 第十是建立眼书 建立眼书 建立眼书是讲到那个 的 应该是这个 得一切佛应生海 因为应生需要声音 因为应生眼说有出声音 那我们再补充一下 比如说这个菩萨根 因为讲这个 路易协菩萨主根这个部分 因为跟我们比较有相关 我们这个在 因为我们讲那个菩萨 这个根是讲善根 那善根怎么样得善根 第一个我们要 我们起初要修十善道 你修了十善道 基本可以得什么 善根 无贪 无称 无赤 最小的 因为十善道 最小的就是要断 我们就是 不杀道义 不贪嗔痴 所以这个跟我们讲的 这个讲善善根 无贪无称无吃 那我们在修诸地度的时候 这个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跟 我们修学者 我们修学很有关系 到底我们在修什么 会得什么样善根 我们在修诸地度 就是我们在修 这个十个波罗蜜的部分 不是我们所说修六度 什么样子 这个精进为根 精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精进波罗蜜 按照来讲 对不起 这个改成精进根 对不起 因为我们 我们有时候讲这个 这个精进 心进念定会 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修这个十地度 十地的 这个按照来讲 有时候讲六度 我们讲六度好了 所以它被 它这个是精进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精进根 为什么要有精进根 能够受受正法 我们受受正法 我们才能够修学十地的所有功课 另外还有 我们在修这个十地行的这个时候 就是在修十地 一定要行六度 这个时候 在这个谁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性根 还有会根 这两根 他认为这个讲 为什么要有性根跟这个谁的 会根 摄养众生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有性根跟会根慢慢的 我们慢慢就会 有坚固性 我们慢慢 我们慢慢会有成长智慧 就为什么讲知 色氧症 就是这个氧是我们所说的 那个 那个 知氧的这个部分 让我们众生能够得会根 会灭 所以一定要有性 你没有性 我们众生没办法有这个会 会灭 另外是讲 我们在修学十地的这个部分 一定要有慈悲 慈悲为根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有慈悲 因为是成佛的 成佛之道 因为我们这个 菩萨道跟二圣 解脱道 有什么不同 他在发慈悲心 所以一定要有慈悲 另外还有这个谁的 种种 悲制为根 种种差别制 因为我们对众生能够慈悲 因为我们对众生能够慈悲 慢慢我们可以了解 众生的所有的根气 世界的种种的差别 为什么讲悲制为根 所以我们未来一定会有一切道种制 这个特别来讲就是菩萨的根 按照我来讲的是我们的不善有慈悲 还有我们所说的无贪无痴无痴 这个是讲善根 另外讲无根 另外还讲慈悲 智慧 那我们这个就是欲加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就是欲加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先在这个说法事件做这个解释 那后面是讲那个类通 就是先讲主要的普贤菩萨 后面就讲通一十方诸佛 所以如此世界中 如来前普贤菩萨 诸佛与如是智 如是智 如是智的部分来讲是讲到谁的这个 就是这边所提出来的十字 就是讲类通我们这个 书佛世界的这个所谓的普贤菩萨 他能够入到这个受到 我们祖佛加持跟 其他十方诸佛加持 这个时候普贤菩萨能够进入什么样子的 能够得到什么样成就 有这个十种成就 其他的这个十方的普贤菩萨也如是 那后面 那个 最主要是讲这个是所因 为什么 可以证到这个普贤菩萨 这个普贤菩萨 所有的普贤菩萨 为什么可以证到这个 如来葬身三昧 就是证 何以故证比三昧法 就是为什么他普贤菩萨可以得到 这十字的成果的意思 所以因为他证到这个 如来葬身三昧 都证到如来葬身三昧 所以争议的部分来讲 我们看一下他问什么问题 那个 所以郁佳有两项 先讲佳 那后面是 为什么他可以得到这样加持的成果 那提出问题的部分来讲 在 大家请看一下我们这个 我们先收到这个 我们收到这个 卷十五的二十四页 应该是在二十五页 诸佛有利能与 有慈悲能谱 就是讲所有的佛都有 一切力来给予 有慈悲能够 普就是讲到那个普遍给予 那为什么只有给十字 用这个给十字加持到我们普贤菩萨 因为讲这个菩萨 得此三昧 那个 得此这个如来葬身三昧 会有这个十字 法尔孕育 就是说他一定 按照来讲是诸佛都什么 字都会可以加持 但是十字是佛字的 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主要 喊全摄 全部摄在这个十字 那我们在下面讲身家 这个身家是佛 用 因为普遍菩萨在佛前 所以这个讲那个 这个毗如这那佛用这个右手 来磨这个 加持这个菩萨的头顶 其手皆与向好庄严妙王光书 相留宴法复出出佛种种妙音 这个时候加持之后 这个 后面是讲到这个加持之后 普遍菩萨 非常非常庄严的意思 相好庄严的意思 相好庄严的意思 哪些相好庄严就是 这边所说的 因为这些禁止我们是 因为很难用 原词来加以解释 按照我讲 总说就是相好庄严 因为他到最后是讲到 佛种种妙全部都有 还有自在神通 全部都写出来 先持主就是在我们 我们所说的这个 毗如这那佛前面的 主要的这个 我们 普遍菩萨 这我就不讲了这个 因为总而言之 就是讲到相好庄严 那我们这个 我们第三个是讲 起定分 就是这个时候 普遍菩萨 对不起 类同的部分来讲 其他的十方诸佛的普遍 都是如是 那我们这个 进行到第三个是 我们所说的起定分 就是普遍菩萨这个时候 就从三昧起来 出定的意思 就是起定分 从此三昧起始 即从一切世界海威陈树三昧海门起 这个先讲这个 普遍菩萨 这个后起见属定 后起见属定 这个主定最小的就是讲 那个从三昧而起就是讲主定 那后面讲 那后面讲即从一切世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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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变的部分 别变的部分 他是讲那个建属定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三昧门 所以他是解释 这个总是讲一切一切情 因为你能够 就从这个如来葬身三昧起来 那其他的所有的 那个十方诸佛的这个谁的 都可以请 不是 另外 这个讲一起一切 起是讲 这个三昧 就是这个三昧能够起 其他的三昧都可以起的意思 那后面是讲那个 这个见属定 所以讲的是所谓这个 也有 按照我来讲 别变列出十项 大约的列出十项 大约的列出十项 十项 那个 因为我们最小是九项 然后 这个别列是九项 没错 因为前面最小是九 那个 第一个出种 我们看一下这个出 种的部分来讲 这个从此三昧起 其从一切世界海围成树门起 就是讲这个种 后面的部分来讲 最小的是讲 最小的是讲 最初是讲 一起一切起 因为最小的是讲 建属定 建属定有十句 这个 这个 其从一切世界海围成树 三昧海门起是想第一种 那后面我们 所谓从之三 三世念念 无差别 就是讲 按照而讲是 列出这个谁的 因为它只有九项 九项 又先 先 讲 前面的八项 那在单独来讲 第九 重演说 一切法 离去海 三昧门起 那我们第一个 所以按照而讲是列出九项才对 所以它是十句 但是 我们所说的这个 主定跟 卷属定 卷属定 第一个是 先介绍 这个部分 那后面 这个九项完全是讲 这个谁的 别列出来的 所以从之一切 法离去者 按照而讲上面是识别 识别别门险 那后面 这个最后一个 第九项最想的例 一个 一个是从 世上来讲 一个是从 理上来讲 是总该诸法 所谓一切 那我们 这九句 第一个是讲 能知至三昧 所以大家请看一下我们的 书超是在 那个二十八页 卷十五的二十八 因为能知至三昧 最假的这是 无一念占差 无一念占差 就是没有一念不对的 差就是 就是 有点 好是讲 为什么讲念念无差 而不偏 而不废骗之 而不废骗之 所以为什么讲善巧之 就是 念念无差 就是念念没有 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这样是无差 那第二个 最主要是讲 最主要是讲 那个 从之 是讲所之 所以为什么讲 能守一对 他的这个第二项 那个 这个尘 按照尘 按照尘 按照我们讲尘 都是讲灰尘 象征就是非常维系的东西 所以讲这个 知识相须 又那个容纳 这个尘 这个尘 尘尽的这个尘 最讲的是 微尘的这个尘 第二个是讲六尘 在我们的 卷15的 第29页 所以我们讲尘 最讲有时候解释六尘 六尘 我们也是讲到 按照来讲 这个六尘 分析到之后 也还是属于微尘 那我们的微尘 这边就讲 要讲什么 因为这个尘 这些的微尘 他最讲的 能够现 因为他牵涉到 如来障 线还是 阿那爷是线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 按照来讲是 这边最讲 那个如来障线 这边最讲的是解释 那个 在我们的 这个卷15的 第29页 因为 所以讲五尘戒 因为 所以讲五尘戒 那个 摄等五尘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这个 五四的禁戒 五四对五尘 最重要的是限量戒 没有分别 是讲限量 所以 都无尘相的部分 来讲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 因为限量戒 不会落入到 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 我们的五尘 五四卿 这个谁的五尘 是属于限量戒 按照这个限量戒 按照这个限量戒 就是 按照我们 五尘相就是 我们五四所对的 这个是相分的 五尘 所以没有 没有实在的这个 像我们 我们世界的 这个谁的 灰尘那个部分 按照来讲 绝对不是那个 真正的灰尘 所以为什么讲 五尘相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讲五四所正的 这个 五尘 这一讲是 五四的见分了别 五四的这个 五尘的相分 相分是五四的 也是 心中的 影像 所以为什么 讲五尘相 没有任何实质的 这个 我们这个 气势间的 灰尘 不是我们 气势间 那种灰尘 实在的 这个本质的灰尘 所以为什么 讲五尘相 如来藏 现也是 顿现 生气 因为如来藏 如虚共一样 他现出这些的 气势间的镜像 一样也是没有成像 因为如来藏 按照来讲 他是实 我们这个 讲到这个 气势间是虚幻 深深灭灭 所以为什么 一个 从如来藏 真 实跟虚来讲 所以为什么 他们所现的这些的 我们所谓气势间 是没有任何真实的意思 那我们另外 是讲到谁的 就是讲到这个 如来藏 现跟阿赖 也是现 因为如来藏也会 顿现 比如说他是讲到 六七妄想 有我法 想所现象 是分别变 这个分别变 就是我们的 这个第六义事 跟这个 第七事 莫娜事 染污莫娜 所以他所现出来的 代有 这个是我所看到的 这个法 这个是我所看到 这个是我 这个我 我想所现象 它是在 从这个 这是我所看 就是我的这个 第六义事 所看到的 这个所谓的 所看到的境界 想我 我相跟法相 所现象 第七事 有的是 因为第七事 是染污莫娜 他见到这个 阿赖耶见分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 他圆这个 第八阿赖耶是见分 这个 他会 第七事会 现出 这个谁的 自信向 会现出第八的 见分的 印象 所以这个是讲 分别变 分别 就是希望分别 我们先解释到这边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 这个分别变的分别 最主要的是 阿赖耶是的变 好 那我们 先这个 解释到这边 我们下面在下一节课再做讨论